什么运动减脂效果最好 今天给大家据一下运动强度 燃脂率热量消耗这三者跟减脂之间的关系 首先一项运动消耗的热量越多 减脂效果越好 这个没问题吧 单次运动的热量消耗有什么决定呢 强度和时间 也就是说单位时间内强度越高的运动 消耗的热量越多 减脂效果也越好 再来看燃脂率 燃脂率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消耗的热量当中有多少是来自脂肪的 燃脂率越高就意味着 本次消耗的热量当中脂肪的参与比例越大 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们只要找到强度高 同时燃脂率也高的运动 去持续一段时间 效果不就好了吗 但是很遗憾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意思就是强度越高的运动 脂肪参与比例越低 那么问题就来了 我是选择低强度高燃脂率的运动 还是选择高强度低燃脂率的运动呢 我们继续分析一下 低强度运动 比方说散步 虽然燃脂率很高 但是消耗的总热量太少了 对简直几乎没有影响 那么高强度运动 虽然说主要是糖类功能 脂肪参与比例很低 但消耗的总热量很高 因此对脂肪的直接消耗呢 不比低强度运动来得少 更别谈这个过程中 还有大量的糖类被消耗 以及运动后显著的后燃效应 所以下次如果有人告诉你 做什么主要是脂肪参与功能 简直效果更好 你就可以狠狠地反驳它 那么问题又来了 强度怎么衡量呢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张表 非常直接 那为什么要参考这个 而不是直接告诉你要跑多快呢 同样是跑步机速度5 坡度12 马拉松选手跟我感知到的强度能一样吗 肯定不一样 所以主观的感受是最直接有效的 那么推杠铃一定有比跑步强度高吗 也不一定 我用五公斤推 组件些十分钟打把王者 跟我中高强度变速跑 显然是后者的强度更大 简直效果也更好 所以运动强度是无关乎运动方式的 现在再回过头来 什么运动简直效果最好呢 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 因为不管什么运动 你都可以通过自行调节强度和持续时间 来达到理想的简直效果 那为什么以此为标题的视频 一搜一大把呢 来跟我做这个动作瘦肚子最快 那个动作几天瘦了多少斤 为什么 其实就是抓住了大家比较浮躁的心理 你别跟我扯那么多 你就告诉我什么运动瘦得快 什么动作肌肉长得快 干什么工作前程的多 所以好多人去健身房 去跑步机上面 手搭在上面漫步 手机放在看个电影什么的 那你其实真倒不如去逛逛街 打早卫生什么的了 但我竟然这么干 走的慢虽然消耗的少 但是我也不在乎那一点 主要是用过力量训练后的放松 降低我的皮脂唇有利于恢复 不过这个有点跑题了 如果你一定要问什么运动最简直的话 也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 那就是选择你最喜欢的运动方式 在规定时间内 把强度尽可能的拉高 并且能长久坚持下去 这就是最好的 今天要讲的就这么多 不知道我也没讲清楚 就这么多了 就这么多了 就这么多了